为期五天的第二届北京青年艺术节于是18日晚闭幕 在当年的闭幕音乐会上 近百位艺术家为道场观众献上了歌剧 阿依达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回顾这五天的艺术节 形式多样风格迥异的艺术活动随处可见 近百位艺术家登台献议 音乐会 唱谈会 展示会 小讲堂等等活动 让不同的艺术内容在第二届北京青年艺术节上交锋 虽然琳琅满目的音乐选秀节目 已经让音乐这门艺术变成了灵门槛 人人可以参与的大众娱乐项目 但北京青年艺术节仍然以最专业最权威的高姿态世人 用精美的艺术表现展示来还原音乐原本的面貌 虽然当天是闭幕音乐会 但第二届北京青年艺术节的活动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关音乐的盛宴还将持续下去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